哈喽大家好,欢迎回YouTube频道的今天内容呢 就是国货之光花西子的一个红黑榜 一共12件产品,我会从我最喜欢的一直排到我最不喜欢的 那今天这期视频呢也是由花西子海外自由官网赞助的 花西子现在已经可以继北美、欧洲、澳洲、东南亚地区的46个国家了 不需要转运,消费满40美金就全球包邮了 继美国呢需要9到16个工作日 继加拿大呢是需要15个到19个工作日 建议用PayPal或者是没有国际结算费的信用卡下单 他们给了我一个满100件五刀的折扣码 Nina X Floresis 有效期呢是到5月24号,就是大概两周的时间 网站上现有的这个满额纵活动呢也是可以叠加我这个减五刀码的 那这回我收到12件产品里我最最最喜欢的 就是新出的这个罗黛生花眉粉笔 花西子他们家其实我自己回购最多的呢也是眉笔 有实物有真相,最早买的是他们家这个小三角眉笔 后来呢又买过这个小砍刀眉笔 这回收到的这个呢是升级版的眉粉笔啊 它是介于眉粉和眉笔之间的一个产品 那笔头呢也是六角形的 和他们家这个砍刀眉笔的形状是非常类似的 但是成分上呢有做调整 竖着画呢就像眉笔一样 有一根一根这个清晰的毛流感 横着画呢填充比较稀疏的地方呢 又有眉粉的那种柔物感 就是很神奇的一个手感 我觉得是比小砍刀眉笔要更好用的 小砍刀眉笔有时候我觉得线条会过于硬了 这款画出来就更自然一些 手残档也可以驾驭 那我手上这支的色号呢是05号罗黛丽是一个灰棕色 是比较适合黑发或者是深棕色头发的 那我每次买他们家的眉笔都是买这种正装 加一个替换芯的 相当于买一增一还比较环保一点 那我第二喜欢的产品呢 就是花西子新出的这个空气蜜粉 这个也是花西子的一个明星产品啊 很控油又不含滑石粉 我之前其实是买过他们家老板的这个空气蜜粉的 大概三年前买的 那旧版这个粉质呢其实就已经很轻很细了 但是它和底妆的这个融合度不太好啊 时间长了会有浮粉的状况 就你感觉粉是粉底妆是底妆 也会用 但用的不是特别多啊 也没有上过我任何一期爱用品 那新版无论是从包装上还是粉质上 都是有明显提升的 而且它不是直接打开的 是让你旋转一下 然后再打开的 做的就有点像个气垫一样 那打开之后第二层呢 才能看到它这个粉的部分啊 也是有一个小网子在这儿 以免它弄的到处都是 这个小粉铺竟然意外的好用 就是它取粉能力很强 轻轻按下去一次就能取足够量的粉了 那这个新款除了比较好携带 好收纳以外呢 这个粉质是明显和底妆融合的更好了 就上脸之后更服贴了 很快就能跟粉底融合在一起 即使戴口罩蹭下来的底妆也很少很少 那戴口罩呢 我一般用的就是三明治定妆法了 就是先上底妆 然后喷一层定妆喷雾 最后呢再上一层散粉 同样的步骤呢 我觉得跟我之前最爱的这个 Hourglass定妆蜜粉比的话 持妆度会更好 那我第三喜欢的产品呢 就是这个新秀修容盘 这件是花蹄子最近刚上的新品 一个四色的修容盘 包括一个腮红色 一个修容色 一个亮面的高光 和一个雾面的高光 因为是新品 所以现在买这个修容盘呢 还自动送一个斜角的修容刷 先说这件颜值 简直就是太高了 外壳是一只凤凰的浮雕造型 里面四个颜色 分别雕了中国四大上古神兽 左青龙右白虎 前珠雀后玄武 特别有文化底� 而且花蹄子的雕工 绝对是YYDS 雕的真的太细致了 我都不舍得碰 那猪雀的猪呢 就正好是个腮红色 是一个比较蜜桃色 就是亚洲人怎么用 都不会错的颜色 它这个显色度非常好 就轻轻占取一下就够用了 那玄武的玄 那是黑的意思 就对应了整盘最深的 这个修容色 就是很适合亚洲人画鼻影 或者下额线的修容 青龙就是比较明显 打在颧骨上的高光 粉质很细腻 我今天用的呢 就是这个颜色 尘骨上啊 包括鼻头上用的 都是这个高光 超级超级亮的 那白虎的这个雾面修容呢 就是只为了改变 面部轮廓的 这个立体感的雾面高光 如果你比较白的话 也是可以拿来 当定妆粉饼的 整个这个创意 包括这个颜色的选择 都非常走心 而且这个粉质呢 还是干湿两用的 就是你用湿的美妆蛋 来占取也是可以的 这样用的话 会让你这个青龙色的 这个闪片更加明显一点 那同时腮红跟修容呢 当然这种用法呢 只推荐就是皮肤 没有明显瑕疵的小伙伴 瑕疵皮的小伙伴呢 还是建议干着用 液体膏体的这个修容产品呢 是会破坏你底妆的遮瑕度的 皮肤底子不够好的呢 不要轻易尝试 那说完前三名 接下来从第四名开始呢 就是我也比较喜欢 但是有一些小缺点的产品啊 其中排名第四呢 就是花西子 最近刚出的一个新品 他们家这个平衡卸妆油 这是我目前为止 用过最最轻薄的卸妆油 没有旨意 完全没有油感 就跟水一样的流动性啊 是比Bobby Brown和那个植村秀的 樱花卸妆油 都要轻薄的质地 它乳化的速度非常快 而且卸妆能力也很惊人 了解我小伙伴是知道的 我一般情况下 是比较偏爱卸妆高的 卸妆油的话 是比较容易让我暴斗的 但这款真的是非常适合 油皮混油皮的一款卸妆油啊 就是完全没有暴斗的情况 在脸上真的一点负担都没有 这件产品物仙在国内 也是刚刚上市啊 所以海外这个直油网站上 暂时是没有的 很期待它快点上架 这样的话北美的小伙伴 就也能买到了 那这款我觉得它最大的缺点 就是泵头不太好用 它是一个有小花造型的 一个分叉泵头 所以它中间这个吸管的部分的形状 不是非常流畅 这就导致它泵头 每次挤出来的量都不多 所以我基本上得按个四五次啊 才够我卸一次妆的 有时候就比较没有耐心 就是为什么其他产品 按两次就可以了 你家要按四到五次 其他方面真的是无话可说 就是非常赞的一个产品 那排名第五呢 就是花蝎子 他们家这个童心索雕花口红 我是一共收到两个色号 童心索系列 其实是他们家的这个 雕花口红的延伸线 包装特别的华丽 有文化底蕴 就是一个古代锁的造型 还配了一个金属的流苏 那雕花的内容呢 也都是有历史文献依据的 古代爱情故事 也是雕得很细 都舍不得用 它这个质地呢 是介于亚光和普通creamy质地 中间的状态 妆感是半无面的 上嘴也完全不干 那我这回是一共收到两个色号 其中一个呢 是M1311 就是一心一意 取了这个数字的谐音梗啊 它是一个蜜桃豆沙色 然后雕花的典故呢 用的是墨上花开 那我今天涂的呢 其实就是这支 非常日常提气色 又没有任何攻击性的一个颜色 然后另外一个颜色呢 是M1314 就是一生一世 又是谐音梗 它是一个非常活泼的 一个橘调红啊 用的这个雕花典故呢 是张场化霉 比起刚才那支它就更偏橘一点 上嘴之后是一个比较元气的颜色 很显白 而且适合黄皮 那童鑫索系列 其实最大的缺点呢 就是包装虽然好看 但是实在太沉 太占地方了 我竟然没有任何一个口红收纳家 能放得下它的 它就只能自己美美的处在那儿 没办法跟我的这个 其他的口红大军放在一起 就比较占桌面的使用面积啊 而且每次挑口红的时候 会忘记有它 因为它不跟我其他的口红在一起 要是有办法把它能做得再精致一点 然后占地面积再小一点 就完美了 接下来排名第六呢 是花典子他们家的这个人参唇膜 它是一个小冠帽 就特别中国风的一个造型 上面这一条呢 是可以取下来的一个金属的小勺子 设计特别可爱 特别有风格 这款是我用过的唯一一款 完全不黏腻的唇膜 它有一个非常清新的薄荷味道 上嘴之后呢 也完全没有那种厚重的猪油感 很快就吸收了 完全不黏腻 而且也不黏被子 然后第二天早上起来 嘴巴就是粉嘟嘟的 非常水润 特别适合 嘴巴比较干呢 但是又怕黏腻的小伙伴 它这个缺点呢 也是在它这个包装上 就是如果没有这个小勺子的话 你是很难直接拧开它这个盖的 只有把这个小勺子 插到它这个盖子里面 然后再拧才能轻松的拧开 但有时候呢 用力过猛了 这个勺子就会掉 所以它其实是需要一个巧劲的 如果是急性子的话 可能会比较崩溃 那接下来排名第七呢 就是他们家这个点心美妆袋 我之前也用过花妻子 那个经典的美妆袋 当时就很喜欢 和Beauty Blender是几乎一样好用的 那这回出的这个新的版本呢 是在材质上有升级的 更不吃粉 也更不容易在内部滋生细菌 它一共是三个形状 烧麦型 粽子型和定胜膏型 这三个形状算是 美妆袋里面比较创新的形状了 有融合这个中式点心的设计 很有巧思 那这个是我今天刚用的 它就胀的比较大 而且有一点脏 占湿了之后 它胀了大概有1.5倍吧 然后烧麦和定胜膏 这两个形状呢 都是比较适合大面积上妆的 因为它的底部非常非常的大 这个粽子型 其实更适合脸上一些 比较刁钻的部位 而且它四面是分开的 所以可以完全干净的上底妆四次 或者是美面用不同的产品 腮红 修容 高光 粉底 一颗搞定 但是它没有单麦的 就比较可惜 就是要买的话就是三个一起 这里面我也是最喜欢粽子型的 因为它的这个功能最多 而且脸上这些 就是边边角角的地方 都可以轻松顾到 但它好像没有单麦的 就是要买的话 就要三个一起买 上面有一点可惜 因为我其实最想回购的 就是这个粽子型 排名第八的产品 就是花西子他们家的 这个雾面唇釉 那我拿到这款 是这个歹足印象的限量款 所以它上面有很多 这个孔雀羽毛的蕾丝 以及图腾 那这个系列呢 就是一个比较适合秋冬的 唇雾面亚光的质地 成膜之后呢 就比较不容易粘杯 那我手上这只色号呢 是M1 4 2是红豆 气场的正红色 我挺喜欢这个系列的质地 而且真的是比较口罩友好 就是它不太容易蹭下来 但这个正红色的 这个颜色真的不是我的餐 如果让我自己选颜色的话 我可能会选同系列的 这个M512宛云纱 或者是M511赤茶纱 这类就是饱和度 不那么高的颜色 让这个气场降一降 但气质升一升 那排名第九的产品呢 就是花西子的唇布打底膏 虽然说是唇布打底膏 但它其实并没有什么 覆盖唇色的作用 有一点点就是遮盖唇纹的作用 以及让一些比较浅色的唇膏 更显色一点 上嘴的感觉呢 就是一个润唇膏的质地吧 但是没有润唇膏那么油 而这件产品 我觉得对我来说 是比较鸡肋的一个产品吧 因为我本身很少会买 那些比较浅色的唇膏 主要是因为我涂浅色系 会比较没精神 就是很多就是网上特别火的 那种什么奶茶色 杏色 在我脸上就是生病色 所以我一般都会买一些 就至少是比较有存在感的 比较靠中间深度的 不一定很深啊 但是它要有存在感才行 所以这个唇膏 可能它的这个受众群体吧 是那种喜欢追求那种裸妆感的 素颜妆感的这种小伙伴 这产品它其实包装我非常喜欢 就是非常sleek的一个唇膏 上面有一些祥云 花西子logo的一些纹路 我觉得就很好看 也很省地儿 好收纳好携带 如果他们家其他唇膏 也能做到像这样 就是有高级感 又精简设计的话 我会更喜欢 接下来排名第十呢 就是花西子的这个 陶瓷无痕粉底刷 这产品真的是颜值太高了 我几乎是因为颜值才喜欢它的 它这个刷柄部分不是塑料的 是完全真的白陶瓷做的 超级好看 而且就是比较沉甸甸的有分量 然后面上呢 还雕了这个荷花的图案 底部呢 还有花西子的logo 它的效果和其他的 就是类似形状的粉底刷 其实是差不多的 这个类型的这个平头粉底刷 其实上妆的效果 我都很喜欢 都是比较没有粉痕的 也不怎么吃粉 尾巴会搭配一些 中度遮瑕的粉底液来用 配这个刷子就能少损失一点遮瑕度 它的缺点有两点 一个是它和同类的粉底刷 比的话价格偏高啊 主要是因为这个陶瓷是真的陶瓷 不是塑料 所以它这个成本很难降下来 但是刷子的部分呢 又跟其他的没有什么本质区别 所以如果你是严控的话 可以考虑买它 但它实际的这个使用效果呢 和市面上那些非常平价的 平头刷也是一样的 你不需要就是花这么多钱 也能达到相似的妆感 还有一点就是 也是因为它草瓷的质疑 所以它非常脆 非常容易摔坏 我没有试过就是 直接把它往地上摔啊 但是我感觉应该就是 摔一次就玩完了 如果你经常就是化妆的时候 会有刷子啊 工具掉在地上 这种情况的话 也是不要买 这个东西真的有点金贵 伤不起 它最后两件产品呢 是整个这12件里面 我最不推荐的东西 基本上就属于黑榜了 其中排名第11呢 就是他们家这个 洛神副眼影盘 这盘应该算是我所有的 国风眼影盘里面 颜值最高 没有质疑了 内卖包装都是扇形的 历史典故呢 就是曹植的洛神副 所以这盘里面会有一颗 非常跳的蓝绿色 然后也是我觉得 整盘最有特色的一个颜色 不过很突兀 算是一个比较青透的颜色 然后下面两颗腮红色呢 也比较至长 尤其是右边这个颜色 我还挺喜欢的 那它最大的缺点呢 就是雾面色都不太显色 珠光色还凑合了 稍微叠加叠加的话 还是有颜色的 它这边最深的棕呢 其实上眼也是比较浅的 平常欧美眼影的粉质 就是你站一下 能达到显色度 这个基本上要叠加个三五层 才能达到 你看起来很深的颜色 其实上眼之后 你至少要打个六折 如果是像我一样 非常习惯就是欧美眼影盘的粉质 小伙伴请直接绕道 可能会比较新手友好吧 就是不会一下子就手中了 但我觉得对 稍微有一点经验的小伙伴来说 上妆就会觉得比较不爽 那最后一件排名第十二的产品呢 也是一个眼影盘 是白鸟嘲讽盘 这也是完全在靠颜值称的一盘 它上面有特别好看的 这个孔雀羽毛的图案 那里面这个雕花呢 每个颜色其实都是一个 不同的鸟类 白鸟嘲讽嘛 这盘的粉质 就还不如刚才那个 洛神副盘的粉质 看上去很美 但用刷子上妆的话 就基本上没有什么显色度 你必须把刷子沾湿了 或者是用手指上妆 显色度才能稍微好一点 尤其是那个深绿色 手臂湿色的时候 就已经很干很斑驳了 上干的刷子的话 就根本取不到颜色 只能用湿的刷子 中间这位三红也是 就是看起来还挺深的 会担心手中 但其实就是完全不用担心 就是刷子取粉超级困难 要叠加很多层 或者是拿湿的美妆蛋 然后沾取中间这块 才能有一些显色度 这盘在我这 肯定是直接显置的 因为我特别讨厌 把刷子打湿 而且这盘是没有任何 纯雾面色的 只有丝绒质地 saturn finish和闪片色 所以喜欢用纯雾面 打底的小伙伴 也可以直接劝退了 这盘应该是 花西子出的时间最久的一盘 我有听说 他们打算给眼影盘升级 如果升级的话 请务必先升级这盘 因为这盘是问题最多 我所有产品里 最不喜欢的一个 好 今天就是我这个 花西子红黑榜的所有内容 我觉得总体来说 就是花西子他们家 就是红洋传统文化 这个理念是非常好的 而且产品可以说 做的很精致不脸颊 眉笔唇膏 大部分的面部产品 护肤品都做的不错 值得长期回购 但是在眼影盘的研发上 还是要多花心思 重点不要老放在包装上 这个包装已经够好看的了 那希望我今天的视频 也对大家的选购 有一定的帮助 如果你喜欢我今天内容的话 别忘了给我点赞 订阅我的频道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啦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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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